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一節的《罪宣言書》 又是我 Jackie和Daniel 我們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書 都是一個比較有爭議性的 這本書也挺有爭議性的 Daniel 手上這本書是甚麼書 這本書是最新出版的 也是我們新書上榜 上星期也有之前介紹過的 書名叫《你的弟兄姊妹在那裡》 寫的作者是歐陽文峰 牧師 是一位牧師 他有個副題就是同性戀與華人基督教會 聽題目 坦白說教會的人都會說是弟兄 是的 上次我都說了你的兄弟姊妹 然後看過我會想是否應該是弟兄姊妹 你不是教會的人 教會才是說弟兄 也可以說這本書出版的 誰幫他出版的 是在香港基督徒學會 挺有趣 因為歐陽牧師也說是專門找回 教會內的人 作為一本教會的書 這是他意見的 因為其實這類書 如果你找出版本寫出來 就應該不會是難事 他說在教會內 因為有很多反對寫 寫出這本書 港同時也不出 通常在教會內 會說我們是反無神的 所以他專門找到 香港基督徒學會 就是最新上司 可以講一下新上司 這兩本書 不是新書 但他們是在版的 就是一個台灣的記者 也是 他專做一些議題的記者 叫張娟芬 他在90年代寫了這兩本書 一本叫做姊妹氣場 另一本叫愛的自由式 我們主要今天會講姊妹氣場這本書 我的自由式 他之前有一個討論在他們做的 就是這本書 新書法部 在香港做的法部 至少 都是在我們這裡做的 那個特別之處就是 他其實有講到為什麼他在香港做版 因為奈陽文通的背景比較特別 他其實是一個馬來西亞華人 一直都是馬來西亞長大 直到後來 10年後就移居美國 他到現在也是美國一間教會的牧師 但是有趣的地方就是 如果大家想一想 同性戀的牧師 而在馬來西亞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馬來西亞首先是一個回教國家 那基督教本身已經是一個 minority 另外他還要是在基督教裡面的同性戀者 所以又是馬來西亞中的 minority 當然 他移居美國 所以可能 坦白說如果他在馬西亞找到牧師的工作 怎樣 是啊 我看到他 因為奈陽牧師 他剛剛宣佈自己會跟另一位伴侶結婚 他也打算回去大馬搞他的婚禮 那他這個 講法一出 一宣佈了 大馬的牧師 每個人都在說 我們不支持 或者歐陽 我們其實很愛你 但是我想你需要心理輔導 這樣 我會說這些 所以 是啊 他有解釋過為什麼要在香港出鏡 因為他認為 其實他也覺得香港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兩岸三地之間 香港比較能夠做到一個溝通的角色 甚至乎對於東南亞都可以去到 他希望出一個繁體字書 可以同時間可以去台灣 可以令大陸的人有機會在香港見亂書 也可以去到東南亞 所以他覺得他在香港出了一個會議 因為其實他跟香港沒有關係 還有他之前出了幾本書 是關於同性戀的表格 是的 這個人不知道 還有《基督教》沒有 但是同性戀的議題 他一直都有寫 一直都有寫 或者我們可以說一說這本書的內容 或者為什麼我們會關心這個議題 可能有些觀眾有些奇怪 如果你又不是基督徒 你又不是同性戀 是 那為什麼要理會這本書呢 但是說回來 我們可以想一下 如果香港的同性戀運動 或者是 遇到最大的阻力 其實很多時候是來自基督教團體 我們剛才也想過一個問題 其實你有沒有聽過 不是基督徒 但是又很組織化地反對同性戀 那我真的不想 好像是沒有的 是啊 因為其實之前 我們前幾天節目也有提過 關於這個家庭暴力 那些這樣的問題 之前我們不是說想立一個 就是家暴條例修例 包括保障同性的伴侶族 一起都可以免受家暴 就是保護他們的家暴 那時候最反對的團體 都是一些比較 我們所謂叫做友誼 或者是 基督教友誼 我們今天可能稱他們為 是的 是的 所以他們反對同性戀 這個努力是不惑如歷 那這本書出版的時候 我自己看上去都會覺得 是有點向他們 開拓 學下戰書 即是會逐一去 反駁 反駁 反駁也好 或者解駁也好 或者reinterpret 聖經 某些基督教裡面 有些人會說 聖經會這樣說 阿揚牧師會說 其實聖經也可以從哪個角度去看 其實不是這樣 不是真的 你們都說完 或者我們從基本的地方說起 譬如 為何基督教會這麼反同性戀 很多時候他們會說 聖經 因為聖經不是反對同性戀 所以我們就反對 但是這個 或者說一下 裡面有什麼 討論 聖經為何反同性戀 第一個 如果基督教會說 索多馬城 索多馬城 就是因為 一些從性戀者 做 詳細少說 就是 那個 在聖經裡面有一個故事 就是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個城市叫做索多馬 另外一個叫做摩多拉 兩個城市就是罪惡之城 於是上帝知道有罪惡之城 就很憤怒 上帝就要毀滅這兩個城 然後裡面還有一些情節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說到 那有什麼罪惡呢 究竟這個城市 原來 索多馬城 出了名 就是有同性戀 這個人一般的說法 但是 歐陽文鋒是否有別的理解 是啊 歐陽文鋒在書中說 其實索多馬城這個故事 即是被毀滅的故事 看過聖經的原文 他沒有說到 他們有狗機的 是啊 其實因為很有趣的事 就是索多馬這個字 Sodony 現在在英文裡面 是叫做 Equivalent 當家 是啊 但是其實看回聖經原文的時候 他沒有說到 實在來說 他們是做了同性戀 就是有難同性戀的行為 很多時候 為什麼出現這件事 就是後來的神學 interpret 即是說我可以 真的沒有的 如果你打開聖經 你查這個故事 其實就沒有說 所當馬的人 你搞什麼 現在上帝很生氣 沒有這個情節 到中世紀的時候 神學 慢慢說了這個論述出來 但是其實 除了這件事之外 聖經也有些事是說 你不可以 什麼藍 藍湖藍 藍湖藍 對 這個就是另外一頁 這個應該是 寶羅的書信裡出現的 是啊 是啊 還有 他有幾個 我也不太記得 如何引起聖女的東西 即是有幾戰 很 explicit地說 我們不可以同性戀 但是歐陽文峰 逐一反駁這些觀念 他就說 有時候 他就說 例如以前 聖神廟裡面的 藍記的問題 他就說 有些男人 那時候藍記的問題很猖獗 他就說 其實有些人 是會 很多人會去找藍記 所以聖經裡面 就說我這件事是不行的 但是 找得藍記不行 找女記不行 那也是不行的 但是因為那時候 社會的面向就是 有這個 藍記特別多 所以他就這樣說 這是歐陽文峰的說法 還有 第二就是 就算說得很明顯地 我是不准同性戀的 聖經是說不准同性戀的 神不允許 那 那是否就stand 是否聖經說就stand 這就是大部分 已經跟他講法 其實我們不是 說反不反對同性戀 而是因為聖經裡面反對 所以我們就反對 他的理由 當然 你對於非基督徒來說 覺得很無聊 但我又不是基督徒 對 至少基督徒自己 可以這樣說 是嗎 是 但歐陽文峰是否有反駁 歐陽文峰是否有反駁的理由 歐陽文峰就說 如果你這樣說 他就有什麼都說神說 即是變成一個 循環式的 為什麼反同性戀 因為神反同性戀 應該是神反同性戀 神反同性戀 所以我們就反同性戀 這樣繞著一圈說 這樣他就說是不合理的 是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聖經裡面 也有很多其他的東西 白紙蝦子 你寫一例 舊的聖經 亦是有講奴隸制的 沒錯 也有講到 例如很多種不同的家庭制度 包括一夫一妻 之後還有一夫多妻制 或者買買梯子的制度 或者是輕忠地及的制度 也有講 那是不是代表 如果聖經有這樣說 我最記得有一個 如果你的兄長死了 那他有一個老婆正在 那你就要娶她 是啊 那這些都是神說的 就是很多白紙黑字 寫文的東西 那你又不做 你只是捉著 和聖經的人來吵 還有歐陽文峰的說法 其實聖經 怎麼說 基督教的團體 都會進步 會跟隨社會 社會上覺得有些說法不適合的時候 都會是move on 例如那時候奴隸制 很多美國人說 基潮奴隸是怎樣 他們的解釋就是 都是說 我聖經的上帝是支持奴隸制 所以我們覺得奴隸是很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後來如果你再說 這些東西出來 人們就會說 不會再說 因為打了場仗之後 就解放了客人 那是不是要打場 是打場仗之後 解放同性戀者 同性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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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希望不可以 善生的發生 對 其實這個都很難說過 其實聖經裡面 說了很多古怪的東西 那又不見了 那海華的劇情都很難 譬如 坦白說奴隸制度 你不會接受 你不會拿到聖經出來 譬如我們走回奴隸制 你不會這樣 但是你會拿到聖經出來 然後就說 我們不應該同性戀者 這個就有雙重不同 自相納盤 對 如果你說你尊重聖經的權威 那你應該 同時也接受奴隸制度 並且其實還有很多 譬如聖經舊約裡面 有很多共產的思想 譬如每七年 每七年就要把所有地 地要 就是收成要平均 然後每49年 要把所有地 都拿出來 然後重新再增倍 那譬如 那譬如 那譬如今時今日 那譬如你從哪裏來 我忘記 應該是 前線之宣 因為不知道是你還未記住 還是那一集民數記 那一集 舊約的一些律法書 那他有說到 這些土地權益的問題 那又不見你 就出來說 即是 那又怎樣 你又不拿出來說 現在明光社那些草心地 應該支持 反對地產霸權 就平均地權 你現在 拿回地出來 這樣 應該是這樣 但是很明顯 你又覺得 與時泳俊 這些事情 我們覺得 與時泳俊的標準在哪裏 那楊雲峰其實有個說法 我記得他說 如果這件事是真理的話 他不需要 只在聖經裏面可以找得到 即他應該可以透過 論辨 或者互相的討論 一樣可以得出同一個結論 因為這種真理 不是只存在聖經 而是在這個世界裏面 而且他也有說 一句說話 我覺得是頗有力的 他就說 有哪一種道德 規範 或一種道德的說法 是我們 在聖經裏面說是不道德 但是在外面說不到 即是在理性上說不通 那 其實 我想 其實這是一個很傳統的神學觀念 在中世紀的時候 也有一些 例如 Thomas Aquinas 即是聖奧古 不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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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акую人更會了解 我都 집觸 為什麼 我沒有 我的意思是 他們會認為理性也是重要的 其實這是天抑教傳統 是哦 如果有些東西在聖經裡找到了 我們應該透過理性可以找到 如果我們的理性是的 nos 當面 재 當然他最後會留一首 如果不合適的話 一來可能我們 因為我們人運用理性有問題 所以可能都是聖經學的 但是他們會盡量想 兩樣東西要合起來 這也涉及到 所謂的色經學的問題 這應該是不複雜的問題 但應該是從這個傳統而來的 他也是很簡單問一句 如果聖經裡面說的對 沒理由我們只在聖經才能說到 這個世界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理性上 都可以討論出來 講完這些聖經和實學的事情 我也想講一講 關於同性女輔導的問題 因為歐陽文峰本書裡也有講到 因為他之前是同過一位女性結婚的事情 其實有一個很豐富的歷史 是的 是的 他離婚的原因當然是 因為我出櫃了 其實我是同性女者 那時候的妻子的哥哥 就跟他說 不如你再想真點 你再給這段婚姻多次機會 他那時候就很傷心 我看完之後 他說我已經浪費了大家 浪費了我自己這麼多時間 浪費了你的姊妹這麼多時間 他的婚姻都維持了我 不記得是七年 是九年 即是過七年 是的 的時間 既然這樣浪費了 你還要我繼續這樣下去 其實都是一些很不人 很不人 你是不是真的當我 他最後問一個問題 你是不是真的當我是你的弟兄 所以這個書名 是的 是你的弟兄姊妹 其實在教會裡面 有很多人 自己都可能有這個 同性的傾向 但是他們不敢現身 不敢現身 就是因為 聖經有大部分 但華人見到教會 都會說 我們反對同性的東西 所以現身 如果逐出教會 或者不逐出 都會不讓你做一些神職 或者不讓你領性參 說完了 所以不認真 但是說回輔導的問題 就是 為何覺得relevant 就是因為剛剛去香港 是 沒錯 前幾個月 是的 或是Danny可以說一下 有一個應該是 即是他扮是一個社服團體 這樣 向政府伸正的分析 他自己也可能覺得自己 是的 他聲稱自己是一個社服團體 有多少教背景 沒有問題 很多香港的社服團體 有多少教背景 然後他們就申請一個分析 去為一些社會工作者 即社會工作者 去提供一些輔導服務 或者訓練 其實就是介紹一個東西 就是介紹一個所謂 由亂打翻席 是的 由亂打翻席的課程 是的 他們的說法就是提供多一個option 如果你的社工 遇到一個有同性戀 對方的情況 你可以開導他 或者你可以轉介給我們 這個組織 我們提供他 我們這個組織都會提供 這個軟咬直服務 OK 你可以繼續 但是問題就是 後來我們撐到網上的資料 其實他 這個所謂的軟咬直 很誠疑問 是的 因為究竟有多成功呢 其實他能夠說出的成功例子 好像只有十幾個 是的 然後其中有一個 最成功的可以結婚生孩子 其實是他們自己的員工 首先你有疑點問題 究竟是否呢 另外除了他自己以外 就是組織以外 就沒有了 沒有那麼成功的人 那他們所謂怎樣成功呢 就是他這麼慾 他不結婚不生孩子 他就不再去進行同性戀者行為 但不等於他變成了異性的一個 是的 這個很有趣 因為我看阿楊斯文書 他也會有說 你在同性戀者不要緊 教會也很愛你 因為每個人都有罪 你同性戀者 那你有罪 但是你禁慾 你禁慾 你禁慾 你就可以 有一些日子沒有性行為 這樣就 你不可以 我接受你的禁慾 這也是一些比較前進的教會 所以我發表 Anyway Sorry 我答悟了 那件事主要是這樣 有些同性戀運動的團體很不滿 我們沒理由用公家的錢 去支援這種對同性戀的歧視 同性戀者也有說法 這樣是增加對同性戀者的壓迫 因為他們本身已經不會浮臉 他們本身已經在貴裏面 你還要更加跟他說 他敢跟你說 我其實是同性戀者 你就慢慢再繼續輔導他 令他覺得自己是更加 這種經驗更加有問題 是需要被輔導 需要被轉型 我記得有朋友跟我說過 其實也沒什麼所謂 因為多一個選擇 即是你是同性戀 你就想想一下 我們是否想Stay as 這個同性戀 那有沒有一些輔導 是將是異性戀 是的 我們都問 咦 那是否我們應該倒過來 提到一些選擇 既然你是異性戀 你有沒有興趣咬亂他呢 這樣 我們應該搞這些輔導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攝取 但當然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而我們只有各方面的輔導 而這件事就成為 有一個結果 就是我們會問題化同性戀 同性戀是有問題 需要被或者可以被解決的 但異性戀就沒有這個問題 這個前提本身已經 會進入了一種理念 就是同性戀才是要被解決的 而異性戀是需要的 嗯 我們都說 越久越開關於這個 但這個問題 是一個問題 因為同性戀問題一說 就會牽涉到很多社會上的 平權或者衝權 或者是反其次的 我想我們是否 對 或者我們下一次回來 可以說另外一本書 其實那本書可以說到更多 背後更廣闊的問題 例如脈絡 例如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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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